大家好 我是阿蜜 今天來到荃灣 介紹一個日式放題 有鮑魚 焗扇杯 鵝肝 松葉蟹腳都有 還有大拖羅飲食 而且有青酒 梅酒 多款啤酒的飲飲 日式放題現在在香港都有很多選擇 而且除了日式的菜式之外 還有其他菜式都吃得到 究竟餐廳質素又如何 帶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正在看的是阿蜜日常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subscribe 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follow我們instagram 如果是搭港鐵的話 就去到荃灣站B1的出口 出了地鐵站沿這條路 走過去天橋 我們過了天橋走下去 轉入這條街 沿著中安街 下幾個街口 就會見到大洪輝中心 可能很多觀眾都知道這幢大廈 也有很多飲食的食肆 在地下這個位置 坐左手邊這排升降機 想去十樓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滿屋日本料理 入到門口角落頭的位置 有一個拿飲飲的地方 梅酒 熱的青酒 金吉物 還有些泡谷也蠻特別 還有些熱的維他奶飲品 這邊有兩排雪櫃 一會兒我會一次過拍完有什麼飲品 一路走進去都還有很多座位 這間餐廳都蠻大 中間的位置有些甜品 前菜 還有些蜆和青口 還有幾款炸物 熱分有炒白菜 咖喱牛腩 還有一款看不出是什麼 應該是青椒炒鰻魚之類 再進去的位置有兩大排雪櫃 首先和大家看看有這幾款啤酒 還有喜力 啤酒的款式都幾多 還有其他飲品的選擇 先看看價錢 是由A餐至D餐 A餐五市一至四的價錢是248元 星期五六日紅日是258元 而晚餐正常的時段是1至4 298元 星期五六日紅日是308元 已經有73款的食品 而最貴的D餐是有110款食品 午市一至四是528元 星期五六日紅日是538元 以上的價錢是有加一的收費 D餐是2個半小時 另外的餐是2個小時 我們整天拍片 出去吃放題和自助餐 這樣搞法好難不肥 觀眾看完我們的片 見到幾好食又跟著去 而且很忙碌的香港人 和我們一樣 每天做完事 或者放工後 都很忙碌 都沒有時間 亦都很懶去做運動 發掘到一樣東西可以幫到我們 就是卡洛吉懶人言卡姐你 今次好多謝卡洛吉贊助這條片 他的成分是天然的 內含美國專利天然白神豆碎取 餐前吃一條可以阻隔66%澱粉吸收 同時出盡甜食油膩食品的代謝 亦都有日本專利的角花碎取成分 可以降低皮下和內臟脂肪 加速脂肪燃燒 餐前配合卡洛吉吸油海綿技術 可以將長度中澱粉、油脂、糖分包住 排出體外 不會影響食物中營養的吸收 做到減少吸入熱量 就可以養成二瘦體質 給個例子大家 吃了一碗白飯 你會吸收100%的熱量 但吃了卡洛吉之後 只有約三分一碗飯的熱量 會被身體攝取 用家真人實測 吃了一個星期 沒有做運動的情況下 輕了一公斤 有幾類人士都幾適合吃用卡洛吉 喜歡澱粉類煮食 喜歡吃甜食 生酮飲食 減重人士 日常可每日吃一條 食放蹄 或者自我餐大餐之前 多吃一條 減低罪惡感 減重時 配合卡洛吉 無需刻意忍口挨餓 可以輕鬆瘦 可以保持著吃 冷著瘦 以進食1000卡洛吉為例 吃了卡洛吉之後 所阻隔的熱量 相等於慢跑1.5小時 如果你配合簡單的運動 燒脂的速度還會加倍 而它的味道好像黑加輪子啫喱一樣 是挺好吃的 產品在萬寧可以買 現在正在做一個雙重優惠 包括買5盒送多1盒 只要將收據傳到WhatsApp 由代理會寄出1盒直接送到你家 有限日期是到6月11號 另外還有QPON可以減多20元 記住留意下面的資訊欄 有產品的優惠詳情 我們今天要試的是D餐 首先試一下松葉蟹腳 是一隻蟹腳沒有蟹身的部分 肉質也不錯 不會見到霉的情況 而且不會過鹹 再試一下大拖羅和中拖羅 大拖羅吃下去真是很肥美 整體整個口腔都很有油脂的感覺 肉的質感真的比較少 如果想吃多些肉的質感 再加些油脂 中拖羅可能會更加適合 整體兩個都挺好吃 再試一下海膽 不算最新鮮很鮮甜的級數 質素我覺得是正常的 每一塊下面有片青瓜 每塊的海膽份量是比較少 如果大份些會比較好 試一下幾款刺身 筆記背 吞拿魚 帶子 大赤蝦 三文魚 油甘魚 都是很新鮮好吃的 帶子都挺鮮甜 烏刷壽司 都挺黏厚 而且帶有少少甜 講到蠔壽司一般水準 不會太有驚喜 凡打杯壽司 酸溶牛油 和赤蝦的味道不算很重 所以味道不算突出 吃了一會 我們看看QR曲羅丹 還有什麼其他食物 分別是刺身類 壽司類 火隻壽司 有些創意壽司 手捲類 捲物類 串燒類 一品料理 燒物 煮物 另外還有些廚師的推介 天婦羅 炸馬 再試下紅酒汁煮鮑魚 鮑魚都煮得挺軟 但調味的味道 我覺得不太好 而且不算入味 再試下煎鵝肝 我是叫了幾次 每次來的時候 鵝肝的大小都有些參差 表面炸粉是比較多 本身煎得挺香 當然也有很多油分 青瓜比起麵包 沒那麼吸油 但好處就是解了泥 燒扇貝 上高有少少類似沙律醬的汁 整體味道是挺好的 但是扇貝就比較細粒 避風糖炒蟹 是挺香厚的 蟹不算大隻 蟹的殼也沒有預先跟你鉗碎了 而且蟹身和腳還連在一起 青酒煮蜆 味道一般 吃不到青酒煮蜆的鮮味 瑤柱海鮮粥 有很多材料 有蝦有蜆 但是整個竹底不算海鮮煮出來的鮮味 像是一個竹底放海鮮下去的味道 竹生瑤柱蟹肉汁 整體我覺得吃碗仔翅多些 裏面的材料也有很多 我就鹽它油了少少 不知道是不是下太多麻油 鹽燒海蝦 我們都叫了幾次 每次來的大小都有些不同 鹽味我覺得不算太夠 而且燒得不夠香 但蝦的肉質是不錯的 鹽燒牛舌都挺好吃的 燒得挺香 燒羊架都叫了幾次 每次來的情況都是一樣 有陣時大塊 有陣時小塊 整體是燒得不錯的 裏面不會太乾 但吃了幾塊 其中有一塊太過鹹 吃不到 質素是有點參差 包汁會化膠 現汁太過激 每一碟來的份量都幾多 天婦羅炸蝦 炸漿都幾多 做到整體的蝦仁都好像大了幾多 蝦也都不算很大隻 炸相絲相皮奶 炸漿也都是幾厚 裡面的餡是沒什麼不夠多 吉列炸蠔 炸粉比較厚 蠔也是小隻 烏冬幾夠熱 裡面的牛肉都幾多 湯底味道幾好 最後吃了Haganize 和Movement的雪糕 好了 今天我們吃完滿屋日本料理之後 吃到較少有的松葉蟹腳 鵝肝和大拖龍 刺身方面是不錯的 另外的食物 每次來的時候都幾參差 無論是size和調味 每次來都有不同 整體的食物質素是較一般 但是它有多款的啤酒 清酒、梅酒的選擇 適合喜歡喝酒的朋友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條片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記得記得一定要subscribe、訂閱 我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按旁邊的鐘仔 和follow我們instagram 拜拜